備戰成都市大運 杭州亞運及2024巴黎奧運 國家培訓隊正在高雄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培訓 行政院長陳建仁 十七號前往視察 體操 排球 桌球 舉重等多項運動 關心場館設施 選手體能以及培訓內容 就是我們盡可能的要作為選手們 還有教練們的最好的後盾 提供他們最好的這個隨行的服務 讓他們能夠毫無貨顧之憂的 盡全力的表現 為國爭光 得得金牌 國選中心執行長李文斌表示 受到疫情影響 市大運以及亞運都有延後 為了讓選手調整到備戰狀態 除了加強教練團溝通 也舉辦模擬對抗賽 每個月安排有所謂的教練會議 還有培訓的座談會 來了解到教練的需求 跟選手本身還有哪一些需要 中心這邊來做一個必要的協助 我們也請協會這邊跟各個培訓隊 有安排一個模擬對抗賽 再用一個以賽代訓的方式 來提升選手的實戰經驗 陳建仁強調希望落實 總統蔡英文承諾 提供選手最完善服務 作為選手後盾 讓選手參賽無後顧之憂 全力表現為國爭光 奪得獎牌 每次新聞No.高雄市採訪報導